祝耶稣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們今日同聲讚美你 歡迎天來永遠和平均 祝耶稣 親愛的主 我們今天來請和聲歌 聽詞弦 向牧羊人歇歇 宣布酒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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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昔日不然傳到主信心 是凡天的人都覺察力 我們今日一串祝福意 歡迎救出兒子再見裡 祝耶稣 親愛的主 我們今天來請和聲歌 尊敬各位來賓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主妹平安 今天我們相聚在一起 紀念兩千多年前 為我們降生的救主耶穌基督 祂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何等榮耀 何等尊崇 卻甘願福救卑微 穿上人行 祂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 滿有能力 滿有權柄 卻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 主說 我來為要尋找拯救失散的人 主說 我來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感謝神的呼召 帶領我們出離黑暗 進入光明 感謝神的同代 帶我們勝過死亡 得祥永生 感謝神的應許 領我們永恆今夜 榮美天家 今天 讓我們的歌聲唱響 讚美宋揚這位榮耀的君王 今天 讓我們的雙手揮舞 敬拜稱謝這位慈愛的救主 今天 讓我們的心靈歡唱 同心仰望 同聲歡呼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2014年聖誠聖會 現在開始 有請師班 普天同性 大地歡呼 萬房之王 萬主之主 坐在寶座上的羔羊 坐在寶座上的羔羊 是應當稱宋的 但願 宋讚 尊貴 榮耀 全能 都歸給他 請聽 坐在寶座上聖結羔羊 坐在寶座上聖結羔羊 萬聖結羔羊 我們 父親拜明 心在寶座上聖結羔羊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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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敬拜和尊崇 万望之望 万处之处 我会靠近你生命直到永远 万望之望 万处之处 万处之处 每个敬拜和尊崇 万望之望 万处之处 我会靠近你生命直到永远 坐在宝座上圣结到永远 我会靠近你生命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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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请听平安夜 我会靠近你生命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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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着声音 多少次相演 多少天谦 既向天子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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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安也 上山也 不要人在谎言 忽然海最亮 天上光滑 静剑天地唱 哈利路亚 救助今夜将生 救助今夜将生 亲爱也 上山也 神自爱 我交接 救赎 我爱你 明明来等 神荣发出难 荣光无数 耶稣我主将生 耶稣我主将生 神荣发出难 主耶稣啊 你的降生 给信靠你的人 带来了真正的平安 唯有你是我的主 除你以外 我别无所求 我愿意生一世 永赎你 我愿意生一世 深爱你 祝你 祝你主啊 我深爱你 祝你主啊 我深爱你 神愿我永赎你 愿意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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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一旋海坡 为我守己 在天国还有谁 在地目算 为人君我衷起 清云珠彩 祝我我深爱你 作诗永远祝你 因你先爱我 为我守己 一切有千万 生日可变成花 你来落实了地 我心爱 祝我深爱你 我心永远祝你 因你一切爱我 为我守己 祝你别无所求 为你能见我佑 世人都敢靠久 我心永远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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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守己 当你痛苦失忆时 神用慈爱故唤你 当你成功喜乐时 神用温宜的心情 我心永远祝你 无论高山或是低谷 都有主相伴 因祂是我一生的大牧者 请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心永远祝你 呼尽我 その道可救我 我心永远祝你 尝神圈 他心我 我心永远祝你 以我的书信为自己的念应到我走离路 我虽敢信我死因的忧愚 也不离他走来 因为你与我共在 你一场地与感动安慰我 因为你与我共在 在我一人面前 你为我满舍演习 你拥有我眼光 我一生一世的游子爱恨会随着我 我要处在你和我的天中 我一生一世的游子爱恨会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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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靠我在青草地上 你我在可爱却水边 我一生一世的游子爱恨会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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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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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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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 上午平安 各位来宾朋友 圣诞快乐 最近在网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消息 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 在火灾当中救火 消防员他们在救火的过程当中 发现一只小猫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这样的一篇在美国的消息 一个小猫呢 它住在一个车库里 是一个野猫 但是呢 当火灾发生的时候 消防队员很惊讶地发现 这个猫在火场 非常猛烈的火场周围徘徊 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冲进火场 最后怎么样呢 他们非常惊讶地看到 它将五个小猫宝宝都给一一地救了出来 当它把最后一个小猫雕出来的时候 已经烧得体无完肤 而且耳朵也烧掉了半个 这个小猫的勇敢行为 就感动了消防队员 他们就非常受感动地 把这个小猫送到动物医院去抢救猫 以至于抢救过来 被媒体报道 之后呢 很多的爱心人士纷纷地说 我要收养的 结果呢 本来是一场灾难 却成了小猫的祝福 最后被爱心人士收养 这一张图片呢 看得很温馨 也是2014年年末 我感觉挺温馨的一个小图片 这一位满身伤痕的猫妈妈 抱着他的五个猫宝宝被爱心人士收养了 而且 美国的动物保护组织呢 美国的动物保护组织呢 他们给这个小猫颁发了一个奖状 送与他永恒爱心奖 永恒奖 他的名字叫永恒 给他发了一个奖 叫永恒奖 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 小动物带来 带给我们的这些许的感动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 这个妈妈为了救孩子 所付出的代价 以及所流露出的爱心 让我们心灵受的冲击 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 世俗如归 让我们有一份感动 然而你有没有注意过 当我们面对圣经 面对即将来临的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却常常忽略圣诞节的真意 今天很多的酒店商商 在忙碌的去做圣诞酬兵的活动 圣诞销售圣诞夜的大减价 大清宵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是否理解圣诞节的真意 圣诞的中心不是吃喝 不是玩乐 今天在西方很多的国家 甚至把圣诞节 平安夜变成了狂欢节 狂欢夜 然而圣诞节 它的中心内容到底是什么 它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又是什么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 这样一个信息 那就是救主耶稣金降生 圣诞节的中心人物是耶稣 圣诞节核心的信息是拯救 如果你问那么厚的一本圣经 六十六卷的圣经 它中心的思想在讲什么 我可以听你两个字就高度的概括了 那就是拯救 整个的圣经就是上帝写给人类一封信 他要告诉我们人类 人类背弃了上帝 背叛了上帝 我们面向死亡走去 上帝要来拯救我们 而他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来拯救我们 耶稣是救主 他是我们的拯救者 关于圣诞的记载 在路加福音二章非常的清楚 圣经说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光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救世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握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那就是福音的信息 救恩的信息是惊天动地的 我们很多的朋友 是第一次来到教会 第一次参加我们这样的圣诞节 我们很可能会有一种误解 以为圣诞节是洋人过的节 我们很可能以为圣诞节和我们中国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前几年学者提出来 咱们为什么要过洋人的节呢 咱应该过咱中国人的节 甚至他们也设立了孔诞节 大家知道孔诞节指的是什么吧 是孔子诞成的 但是这个想法是好的 有一种民族主义 有一种爱国主义的情节 但是你发现没有孔诞节能不能推动起来啊 有没有推广啊 我想顶多就是某一些人在过孔诞节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过秦始皇的节啊 或者毛主席的节啊 你看在湖南韶山 很多的人也很热衷于推动过毛主席的节 但是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人的生日 它不过是一个淡称 然而奇妙的是耶稣的出生 我们说他是诞生更重要的圣经 让我们看到的是 他是那降生者 他是由天而降的神的儿子 他的降生是今天动地的 当我们说我们圣诞聚会 我们给他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们叫做圣诞布道会 其实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具体的出生日子 那么有的不佑可能说了 他没有生日 为什么让我们去纪念他呢 其实人看重日子时辰 可是当你想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当耶稣出生那个年代 他被杀害无人纪念 他的门徒受逼迫无人纪念 当有一天整个罗马帝国 愿意去遵耶稣基督为主 愿意去纪念他的时候 他们很惊讶地发现 竟然没有记住耶稣出生的日子 因此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是上帝刻意地隐藏了耶稣的生日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我们知道 他是神的儿子 他的降生重要的不是哪一天 重要的是他来拯救我们 为我们舍命 因此耶稣的降生是惊天动地的 从以上的经文我们看 耶稣的降生由天使传扬 由天君来歌颂 圣经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光鸿万民的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再说的弟兄姊妹 我们中国也有这种传说 什么传说呀 如果某一个君王出生的时候 有一些会看星象的人 看天象的人 就说有一道紫气 怎么样怎么样的 什么紫气东来啊 什么的一些说法 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传说 说这个人要改变天下 而且泰山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出名吗 因为历代的皇帝都要来泰山封善 他们相信自己是天的儿子 所以说他要做天子 就要来答谢上天 将这样的地位赏给了他 因此呢 泰山并不是最高的 也不是最雄伟的 也不是最显俊的 也不是最秀丽的 然而却被称为五月之首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传统文化认为 泰山是天的中心 然而 历代的帝王将相 他们不过是人 他们有自己生生的父母 他们有死亡的时刻 然而我们知道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来了 死了 埋葬了 奇妙的是 他复活了 他以复活的大能 在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而在他出生的时候 更以天使天君来见证 他是神的儿子 当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 我很高兴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什么吗 我们会告诉亲戚朋友 说我生了个儿子 我们泰山人的习惯是送红鸡蛋 当时我还觉得 是不是咱也煮了红鸡蛋 送给邻居 送给同事 好像我们希望报告这样的好消息 然而我们看到 耶稣的降生 是谁在为他报告好消息 如果是哪个地委书记 替你送红鸡蛋 那你的身份了不得了 对不对 如果是地上的帝王将相 为你宣告说某某人出生了 而我们太尊贵了 然而我们从圣经看到 耶稣降生的时候 连天上的十九天使天君 都在欢呼 都在歌唱 都在传扬 耶稣的降生 不仅惊动了天 也关乎地 在说的朋友 如果耶稣的降生 只惊动了天使 那与我何干呢 圣经说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在这里万民不是指 关系到一万个灵魂 而是说 关乎所有活在这世上的灵魂 关乎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的人 在说的弟兄姊妹 正如圣经所说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将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今天 凡是愿意打开心门 去接受他的人 凡是愿意 而让耶稣登上自己人生宝座 做主做王的人 耶稣要住在他的心里 耶稣要成为他的主 要引领他的人生 保护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 因为他是上帝带给人类最美的信息 最大的救恩 我们称之为福音就是最好的消息 而这福音是今天动地的 福音不仅今天地 我们进一步看到他根本的原因是神的儿子来救世人 更重要的是他和我们发生了关系 再说的弟兄姊妹 当你走在街头 你看到有十辆高档轿车 有五十辆高档轿车 他们 那个车队走在街上的时候 你看到新郎新娘 他们 多么豪华的婚礼 可是 你会觉得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你会立刻有一个想法 他们这样的招摇过世 他们的富足 他们的炫耀 与我什么关系 今天就算你身边的亲戚朋友 是亿乱富翁 如果没有和你发生关系 你的心不会被冲动 我们可能不过是羡慕 嫉妒 甚至可能会产生仇恨 因为他与我和干 然而 耶稣的降生不仅惊动天地 他和我们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他要来救我们 他是救赎主 他是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他是神的儿子呢 圣经说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 主 基督 各位弟兄姊妹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 我们对基督这个词 很陌生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外来词 但是 当你读了圣经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 尼撒亚的概念 在摩西五经 在 伊甸圆中 神已经向我们 起誓了 尼撒亚的观念 救赎主的观念 耶和华的圣者的观念 在人类被创造一时 就已经起誓给了我们 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上帝宰杀了牲畜 用动物的血 遮盖人的罪 用动物的皮子 遮盖我们的羞耻 我相信上帝一定告诉我们 献祭的真理 一定启示给我们 他儿子要来 戴罪的真理 因此 当耶稣来到 约旦河的时候 远远的 远远的 实际约翰看到耶稣来了 他就大声宣告说 看啊 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业了 实际约翰 从圣灵的感动中知道 这就是那位要来替死的 尼赛亚 因此 在座的弟兄姊妹 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救赎主 是从神而来的那位圣者 他就是 以色列人 就是人类一直所盼望的救赎主 是上帝为人类所预为救恩 他是神子 他来救赎我们理当接受他的救恩 同时 耶稣不仅是神子 他也是人子 他像你我一样 持月怀胎 一朝分娩 他 以婴孩的形象 以软弱的形象 他来到的这个世界 就如圣经所说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的布 握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好了 在座弟兄姊妹里看到 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 却以极卑微的形象 极软弱的形象 来到了人间 他以婴孩的形象 他包在布里 握在马槽里 再说说 弟兄姊妹 当然今天我们是大学生 步道会 我们都是年轻的孩子 我们体会不到 我已经做爸爸了 我就多少的比你们会体会的多一些 当我的儿子即将出生的时候 任何的父母 会不会非常认真地为孩子预备 他来到世界所需要的一切的 所需用的物件 特别是做妈妈的 早已为他预备了好多的尿不湿 小褥子 小宝宝庄 小宝宝的背 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多 你有没有准备 让自己的孩子 预备什么呀 弄开破步 从马槽里住的就行呀 有没有这样的父母 没有 然而 永生上帝的儿子 却选择了 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中 却选择了 出生在马槽 躺卧在马槽之中 因此他要于软弱 失败 误会 不堪的人类 表示认同 亲爱的朋友 在座的青年 弟兄姊妹 你感觉自己软弱吗 你感觉自己无助吗 你感觉自己比不上别人吗 你感觉疾病给你带来 是那样的痛苦吗 圣经 借主耶稣基督 要带给你一个信息 就是他能担当你一切的软弱 背负你一切的罪念 他能接过你一切的重担 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凡是经历过你所经历的软弱 他并非不能担当我们的软弱 并非不能体恤你今天的伤痛 他是我们的医治者 他是我们的安慰者 他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 耶稣来了 他来拯救我们 救这个单词 在圣经原文中有一个意思 就是释放 在这儿的朋友可能觉得 我是自由的人 我为什么还需要人来释放我呢 在这里我想告诉你 我们每一个人看似是自由的 可是你的心 我的心都曾经是不自由的 我们被罪捆绑 我们被撒旦魔鬼捆绑 我们被世界情欲的诱惑捆绑着 我们从来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在说的朋友 你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内心深处的埋怨 我们的忌妒 我们的贪心 我们的仇恨 这一切的一切在捆绑着我们 甚至让我们欲罢不能 有一些人 真的虽然没有杀人 但是恨得牙根痒痒 以至于我们躺在床上 通宵的睡不着 一个念头上来 反复的思想 反复的思想 自己心里还提醒 别想了 别想了 但是我们控制不住 你知道这种情境叫什么状态吗 这叫强迫性思维 我曾经帮助过有的大学生 他说他洗手 他可以一洗洗四十多分钟 一个小时 这么冷的天 他在那不断的洗手 不断的洗手 最后两只手都冻成了小馒头 他怕同学知道 为什么手冻成这样 因为他洗手 他要不断的洗手 这叫强迫性的行为 内心痛苦 活在焦虑当中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担心 就是觉得做得不安 就是觉得要出大事 就是睡不着觉 就是感觉头像戴着一顶帽子一样 昏昏沉沉 什么都学不下去 什么都记不住 有的人意欲 觉得人家都比自己好 人家都比自己长漂亮 人家爸爸妈妈都比自己的爸爸妈妈好 人家考的学校都比自己考的学校好 以至于觉得这世界上自己是最惨的 觉得自己是最不该活着的 以至于国家做的调查 每四个大学生 就有一个想要自杀 以至于百分之五的大学生 就认真预认过要自杀 你的心需要拯救吗 你的心真的是自由的吗 拯救根本的意义是释放 上帝要拆带儿子来释放我们 他来从罪恶死亡权势里拯救我们 虽然我们国家也看到了这个重要性 严重性 以至于我们也组织一些心理咨询老师来帮助 每个大学校园里都已经有了心理咨询师 但是我想告诉你 国外做的调查是 心理咨询师的自杀率在各行业里是最高的 凡是学过心理咨询的人都知道 有一个著名的心理电影叫《心灵捕手》 戴骨的骨 心灵捕手 他在描述一个心理大师 怎样的从细微之处了解人性 怎样的用深邃的洞察力捕捉人 收纵即使心灵的闪光点去帮助别人 然而就在前不久 这一位心灵捕手的电影的作者主编 他在网上公布了一个视频 他怎样的鼓励一个得了肺癌的年轻人 你看这个视频 他非常有感召力的告诉 在网上传视频 告诉那个女孩子坚持 你不要紧的 你会好的 要有信心 然而 这一位作者前几天上吊自杀了 因为他自己有着严重的抑郁症 你如果上网搜一搜 很多的明星 很多的大腕 很多的大款 最终以自杀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你是自由的吗 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是 你是圣洁的吗 没有一个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都在无悔当中打滚 然而 圣经告诉我们 罪的公家乃是死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 且有神 而且 我们知道物质是不灭的 能量是守恒的 既然人有灵魂 人的灵魂也是存到永远的 人的灵魂一定有不同的归宿 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 因此 如果今天在座的大学生朋友们来的时候 还觉得人活得真没有意思 那么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你 我们在这里没意思 你以为走了就有意思吗 我们不是像无神论那种观点认为 人不过是一团物质 在化合和分解之间 我们存在着 好像我们一分解就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还有无形的 还有非物质的存在 他们要到哪里去 他们的归宿又是什么 上帝爱世人 他造了我们 他用泥土造我们 将他的灵气吹在我们鼻孔里 他称我们为儿子 今天在座的朋友 你觉得你有很多的朋友 你有很多的好朋友 可是你闷心自问的时候 你想有哪个朋友肯替你死 在这个世界上 能为你舍命的人有几个 大家觉得多不多 能为你死的人多不多 你的同班同学看上你的追你追的可景 你说你替我死去吧 你觉得可能性大吗 别说你替我死去吧 你如果告诉他 哎呀大夫查出了肾不好 需要缓和肾 你问问他可不可以 我估计他第二天就消失了 能替你死的人 能愿意为你舍命的人 我想不多 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 那生你养你的父母 他们可能爱你 爱到一个程度 愿意替你舍命 上帝爱死人 正是如此 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赐给了我们 要为救我们的罪 死在了十字架上 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有能力来救我们 他又是人的儿子 所以他有资格来救我们 因此 我们正如掉在河里的呼救的那个人 我们需要的是抓住神 拯救我们的神 接受他的救恩 让他儿子的生命 进入到我们的灵魂之中来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 也有很多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投入 花费那么多的时间 提前几个月就预备节目的时候 我们不是为了娱乐 我们也不是为了娱乐大家 也不是为了自我享受 我们是为了什么 我们是为了去见证上帝如此的爱我 上帝如此的奇妙 我们希望让所有的亲朋好友来认识神 让我们最好的同学能够分享救恩 因此和大家分享第三点 救恩当颂养 我们看到天使天君一同来赞美神 圣经说到 忽然有一大堆天明同那天使 赞美神 神是当受赞美的 神是配受赞美的 为什么 因为他太尊贵 他是造物主 为什么 因为他太爱我们了 我们理当纪念他 理当高举他 理当让所有的人知道 若不是上帝的爱 我已经早已不存在了 去将他的美德宣扬 西游万人来归向主 他佩得赞美 我们理当传扬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我们看到牧羊人 立刻到城里传扬的信息 以至于这信息 翻山越岭 今天传到了你我的耳中 当你我接受到这一份 美好礼物的时候 你知道背后有多少的人 他们付出了辛劳 他们付出了辛血 将这样美好的信息 带给了我们 但说的弟兄姐妹 当你真正接受了这一份真恩 你愿意告诉别人吗 你愿意为了这一份深厚的爱 而将自己奉献给神 去为他而活吗 让自己成为一个见证 使人因得认识你 而认识那位救我们的主 爱我们的主 吸引我们 拆遣我们 传扬他的主 但我想到在活场里 救小猫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立刻想到的 二十年前的 也是这一个月份 1994年的 十二月八日 在座好多的朋友 可能也是九四年左右出生的 那个时候 我正在外地出差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 约略的 知道了一些之后 我还记得 我听的一首像羊花的歌 在默默的 为那一场火灾中死去的孩子流泪 我正在外地出差 听到这一首歌 讲的是 在我们新疆的克拉玛义 这个城市的大礼堂里 有五百多位小学的孩子 在向市领导做汇报演出 而正在演出的高潮的时刻 前台电器发生了 故障以至于失火 而且火越烧越大 这一次的火灾 死了三百二十五个灵魂 其中二百八十八个孩子 三十七个老师 但是那个年代 这个消息是不允许报道的 一般的媒体上看不到 只是私下没有人传 这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这一首歌 听了很受感动 之后有人就问 这是讲的什么事啊 哦 克拉玛义活在 我发现最近 报纸上也开始 谈论这个事情了 媒体上也开始 网络上也开始 开进了 因为涉及 因为这是一个石油城市 诸多的问题 这一个信息不再被封杀了 所以我也把自己藏在心头的 曾经的痛和大家分享 在这一场大火中 我们上网搜的时候 我们能搜到这样的图片 这些纪念烧死孩子的图片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那些在场的情境 这些孩子 真的就像我们的孩子 那样的可爱 那些人 然而 坐在最前排的 无一欲难 离着火 最近的 这些成年人 一个也没死 死的是老师和孩子 三百二十五个人 二百八十八位学生 三十七位老师 家长和员工 在这里 我不想责备那些逃逃的 就像在问禅地震当中 我们责备反逃逃 是的 其实没有必要责备他们 因为那是人求生欲的本能 然而 我们有没有歌颂 那些拯救孩子的人 我们有没有纪念过 那些为孩子们舍生忘死 把别人的孩子推出火场 自己的女儿烧在卷帘门内 烧死的老师 我记得曾经听过这样的 所以说我想上网去查一查 那些老师的情况怎样了 那些死了的人 他们家属的情况怎样了 但是很遗憾 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很会忘恩的 我们没有太多的去纪念那些 舍生忘死的英雄们 我们很容易发怨言 为什么你不救人 为什么你逃跑呢 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 容易为了路上遇到了红灯而埋怨 可是我们很少遇到一路的绿灯而感恩 不是吗 我们得了那么大的恩兴 我们若忽略了 怎能讨罪呢 因着上帝的爱 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救恩 我们何曾纪念过 我们何曾在意过 我们何曾领受去感恩的传扬过 上帝爱你 今天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 是他爱的吸引 爱的感动 你来到了这里 是他借了他的仆人的邀请 甚至为你迫切地祷告 你才来到这里 你愿意领受来自上帝的大爱吗 你愿意带着感恩的心去领受 这一份数天的救恩吗 我请你低下头来默默地思想 我请你闭上眼睛 用自己的心灵去回应 上帝在圣诞节向你发出的呼唤 孩子回家吧 如果你相信有神 相信神爱你 祂是公义的神 祂不能接受罪恶 在祂面前毫无黑暗 祂要除尽罪恶 而我们是罪人 我们顺不过罪 我们只有靠着神 只有靠着祂儿子的保险 你愿意打开心门 让祂的救恩进到你心中 你愿意让耶稣的救恩临到你吗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觉得 上帝啊 上帝啊 我是个罪人 我自己胜不过罪 求你来帮助我 住在我的心中 做我个人的救主 我请你 轻轻地举起你的右手 向上帝说 在这里 你能看见 你知道我的心 我愿意接受你的大爱 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 我愿意过一个新的生活 去荣耀见证你的名 如果你愿意让人知道 你是信他的 你是属他的 你愿意为他而活 愿意奉献自己 传扬着奇妙的相信 这奇妙的救恩 我请你把手 再举得高一点 勇敢地让人知道 我在这里 勇敢地让人知道 这是我爸爸 这是我妈妈 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同样的 这是造我爱我的上帝 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我愿意接受耶稣 做我的救主 如果你愿意 我请你站起来 和我一起 向上帝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告诉他 主啊 我在这里 祷告 就是人用心灵向上帝说话 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当然 你也不要去在意别人 也不要去看别人 我们每一个人回应上帝 是我们自己内心 向上帝我们个人的关系 亲爱的上帝 亲爱的上帝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感谢你找到我 感谢你的爱领导我 感谢你的爱领导我 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来到你的面前 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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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自己是罪的 愿意接受你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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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来一生管理我 来一生管理我 保护我 使我走永生的道路 求你将平安赐给我 将喜乐的心赐给我 将救恩赐给我 使我成为你的儿子 成为你的见证 成为你的荣耀 一生颂养你的名 一生颂养你的名 传扬这美好的信息 传扬这美好的信息 引人归主 成为你的见证 成为你的见证 愿你的祝福 一生地伴随着我 愿你的祝福 一生地伴随着我 以上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请坐 各位朋友 当你真心地 发自内心地 像上帝做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心 会有一份说不出的感动 你的人生从此会改变 你的人生观 世界观 因此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且 告诉你 圣灵 会永远地住在你的心里 成为你的帮助 你会一生活在上帝爱的环绕之下 也会成为爱的使者 成为多人蒙福 回想我们走过的生活 有哪件事 是让我们由衷地欢喜快乐 或许你一时不好决定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要告诉你 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这是最最喜乐的信息 请欣赏由柯大西校同学 带来的话剧 好消息 各位各位朋友们 曾字节色 由于天学院已经是晚点 本大约晚点三十分钟 你们感觉很非常非常好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一个基督徒 既然火车已经晚点了 那我就趁这个机会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吧 哎呀火车都晚点了 那有什么好消息 是不是任何消息 都要好的消息 难道比我住手就还好吧 快说吧快说吧 没什么关子 耶稣爱你们 耶稣爱你们每一个人 耶稣 耶稣是谁呀 他赌钱很厉害吗 哦原来他是个信耶稣的呀 果败的是关义 宗教信仰嘛 都一样 都一样 大姐 这你可说的不对了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和你信仰的对象 有本质的不同 那你倒说说 不一样在哪里呢 既然你这样问 那我就得多讲几句了 在这个宇宙中 只有一位真神 你叫英华 你就是上帝 上帝 创造了宇宙万物 就连咱们的生命 也是他所赐的 本来受到的人 应当敬拜创造的神 遵行他的旨意 可自从第一个人 亚当犯罪堕落以后 古今中外一代一代的人 没有一个 能够脱离罪的权势 人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把他当作 谁来荣耀他 享受着他 创造的宇宙万物 也不感谢他 而是以自我为中心 为所欲为 甚至像大吉尼一样 在那些人手 所造的偶像 得罪创造的神 你这个人真是胡说 没杀人没放火的 何罪之有啊 就是 经常说 世人都犯罪 费缺了神的荣耀 在人看来 犯罪就是那些 已经做出来不好的事情 其实 这只不过是 人外面的罪行 而更多的时候 人们更加没有 做出不好的恶事来 但是在人们的性情当中 内心的想法 意念 都是和圣洁的道路主 上帝的心意相违背的 来 我问问大家 在你们的心里 有没有嫉妒过人 有没有恨过人呢 这算什么 这很正常嘛 这有病嘛 这就是人里面 罪行所导致的 所以 在上帝的律法标准下 但是没有一个人 不是罪人 人里面的罪行 更加的诡诈 弯曲 败坏 比外面的罪行 更加的可怕 危险 有点道理 犯了地上的法 要被刑罚蹲监狱 犯了上帝的法 要蹲几年监狱 地上的刑罚是有期限的 是今生的疲肉之苦 上帝的刑罚 可比地上法院 看行这么多呢 那是永远的下地狱呀 这么可怕呀 那我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好消息 有一个人替你 我担当了这可怕的刑罚 呦 谁这么傻呀 原来圣洁的道路主上帝 虽然不容忍犯罪 但他又确确实实是慈爱了 他不愿意他创造的人成为灭亡 于是就在两千多年前 拆遣他的独生孩子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降杯为人 经上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折永生 这样 本来圣洁无罪的神子 耶稣基督 却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流血 牺牲 担当我们该受的刑罚 满足了上帝律法的要求 正如经上所记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那我就不用为上帝刑罚了吧 你太聪明了 经上说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是有感做的 唯有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而死 神的爱 也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也就是我一开始向你们所说 耶稣爱你们的大汉 你可真懂 和我生死相恋五年的男朋友 都不要我了 两千多年的耶稣 他骨头都腐烂了 不爱我 这怎么可能啊 就是 和我相恋二十多年的老婆 都不爱我 谁我一生都 我叫了宝贝 你收了很多钱 老婆来的都不爱我了 父母也讨厌我 耶稣 耶稣会爱我 笑 你们说的 其实 我都能理解 从前 我和你们一样 被生活的许多难处 压得喘不过气来 甚至有一段时间 想要去死 可自从我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主以后 我的人生 就完全发生了改变 我所相信的耶稣基督 虽然出生在两千多年前 但他是确确实实爱我们的 他为我们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埋葬了 但是第三天 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非下圣灵 住在信他的人心里 我可以向他倾诉 向他祈求 他能够听见我的祷告 提提我的转弱 担当我的难处 而其他宗教的信仰对象 他们死后 也和普通人一样 没有复活 也不可能复活嘛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神 是被人为当作了神 原来是这样 看来是不一样 我得考虑考虑 虽然我还不能完全相信 但是我能感受到 你说的是真的 父母和妻儿都不爱我 耶稣 他真的能接受我吗 父母的爱 夫妻的爱 朋友的爱 虽然都是好的 但这都是人的爱 人的爱是有限的 但条件的 会变化的 而耶稣的爱 是真神的爱 是无私的 永恒的 更加宝贵的 里面有设对的恩典 完全接纳的恩典 对呀 人的爱是有条件的 知识的 以前我在国企上班时 工资很高 我爸又在领导的岗位上 男朋友很爱很爱我 可是去年我爸退了休 我也没了工作 男朋友便去玩去了 是 就是人里面对性的具体表现 而耶稣对你的爱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嗯 要是这样的话 我也愿意相信 那怎样才能拥有耶稣这门爱呢 是啊 是啊 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呢 我们大家先来猜一猜 花钱 嗯 肯定是靠官吧 嗯 用聪明 不是 做善事记得 也不是 亲爱的朋友们 世上有许多好处 花钱能够买得到 权力大了 能够占有 用聪明可以争取 行善事记得也可以换取 而耶稣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 既然是礼物 那就是白白得到的 在耶稣拯救世人这件事上 没有一个人能够用资本和功劳来换取 经常说 你们得救是本和恩 已经是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那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会夸 看来这个消息是不错啊 我要这份礼物 我也要 我也喜欢我这份礼物 属于他 施免我的罪吧 既然耶稣是这样一位真神 我就信 以前我真是自欺欺人呢 不明白就去办那些 有耳不能听 有口不能说的东西 感谢主 感谢主 经常说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得永生 信就是相信 死就是耶稣基督 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相信主耶稣就能得着永远的生命 那要怎样才能相信呢 第一 就是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第二 就是要相信主耶稣 就是我们的罪死死了 埋葬了 第三天从自己复活了 第三 就是要祷告 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助 这样 你就能得着主耶稣 永不改变的爱 和永远的生命了 好 下面 请愿意相信的 请起立 低福并目 跟着我做一个相信主耶稣的祷告 我祷告一句 大家跟着祷告一句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谢谢主耶稣为我的罪死了 谢谢主耶稣为我的罪死了 埋葬了 埋葬了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现在求主耶稣进入我心 做我个人的救助 做我个人的救助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呢 就是诚诚实实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感谢主 因为这个机会 让你们听到了耶稣 爱我们 这个世上最好的消息 同今以后 你们就真是神的儿子了 同今以后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你们都可以向天上的父祷告 向祝主耶稣 祝我们平安和喜乐 求主保守自己 过圣经的生活 愿神祝福我们大家 耶稣爱我们 耶稣也爱你们 许多人用尽一生 寻找真正的幸福和恳恳 许多人 许多人 苦思冥想 寻找真实的价值和意义 上帝也在寻找 寻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 当你全然归向他的时候 你的心必然喜乐满意 请欣赏 为校的同学带来的舞蹈 全然像你 跳音每一个旋律 跳音每一个旋律 響起 我的心只能想你 当圣灵的人高万一 我的灵魂不再封闭 任美的清泉如春雨 心中的喜乐传流不息 任美的祖如雪花飘映 心中的光亮 软软升起 任美的清泉如春雨 任美的祖如雪花飘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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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略ern心见你千上自己 一生一世千上自己 一生一世 江湖不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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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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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你若覺得失去用心 有一天 你若真的想放棄 那一天 你要振索你的心情 那一天 你要珍惜你自信 那一天 不要忘记你的愿意 那一天 不要听你说的心 这个世界 只有一位生命 他爱你 他愿意帮助你 茫茫人海 虽然寂寞 还能温暖一切冷落 这个世界 只有一位相敌 他的双手 走往紧紧拥抱你 漫漫长夜 陪你走过 好爱你 爱你一生执着 有一天 你若真的失去勇气 有一天 你若真的想放弃 有一天 你若感觉 陪你爱你 有一天 好像偷偷入你 那一天 你要振索你的心情 那一天 你要振索你的心情 那一天 不要忘记有人爱你 那一天 不要轻易说放弃 这个世界 只有一位相敌 我爱你 他愿意帮助你 我爱你 他愿意帮助你 我爱你 他愿意帮助你 爸爸很高 虽然寂寞 我爱你 他愿意帮助你 我爱你 保试你 elles équvoice 我爱你 我爱你 这个世界 只有一位相敌 他的双手 喀往紧紧拥抱你 漫漫重演 陪你走过 他爱你 爱你一声抉择 这个世界 只有一位小弟 他愿意帮助你 漫漫人海 虽然记忆 他还能过那一切的梦 这个世界 只有一位小弟 他的双手 渴望紧紧拥抱你 漫漫长夜 陪你走过 他爱你 帮你一声抉择 漫漫长夜 陪你走过 他爱你 帮你一声抉择 小弟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怎么样才能证明神的存在 神创造了这个世界 山川河 河流 花鱼 虫鸟 这些都无处不再显明神存在的真实 不过呀 下面只有几位 要反对你的看法 要不让我们来瞧瞧 他们是怎么说的 好吗 请欣赏游泰山学院带来的小品 无神宣传大会 有钞票好 有了钞票真快好 哎 哥哥哥 这是干什么去啊 啊 我今天请婚姻坐下去喝酒 人生在世 就因为这样 夏天 吃 喝 玩 乐 哎 兄弟 今天有空吗 有空的话 一会儿到我家去坐坐 有钱 就是能任性 好 今天请在一起 咱们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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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少不得有意 都什么娘娘了 谁这么迷信 天天上帝 天天耶稣 哪里什么耶 哪里什么上帝 哪里什么耶穷 你看我 什么也不信 正让我呢 咱们快走 对对对 上帝摸不着看不见 怎么能相信啊 哎 表哥 呀 表哥啊 你们这红光满面的 这是要去哪儿 今天礼拜天 各期礼拜堂 听福音吧 听福音 我这给我兄弟去喝酒呢 对我来说 把那股票找了 这就是福音 你呀 真是吸引婚了头了 哎 你看你给你表哥 我去挣大钱吧 走走走走 对对对对 你看你表哥财大气粗 你拿回来以后 肯定什么都没有 不 我只信一位真神 他是我最大的财富 人若转到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这比我给你愿意的傻子 不管它 多余子 哎 这贝逆的世代呀 哎 前面发生什么事啊 这么多人 咱们去偷偷让他 哎 这不是 无神宣传的大卫吗 什么呀 一会给我过去看看 看你说 看你看完之后 还受不了双击 蹲蹲 各位朋友 今天很荣幸的 让开致死 无神宣众大卫 我是主持人大明白 今天来 有许多人认为上帝存在 并且十分的迷信 引起了民众十分不团结 到底有没有上帝 这个问题必须及时的解决 为此 我请来了天文学家 医学家和轮型学家 为我们做现场的解答 大家欢迎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世界上著名的天文学家 我的知识包罗万象 我的科技引领未来 我的宇宙会传 那在世界上也是顶尖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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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我老牛了 我老牛了 中国的万象 被我南征违战 冬套 戏法 二十多年了 我找了一大批人 毫不愈地说 今天天文学家的泰山秘斗 那就是我的 我观察过太阳系 银河系 还有各种人兴趣 每一个星球 每一个角落 我都很清楚 就是没有一位上帝 所以 我以我的经验可以证明 上帝 是不存在的 宇宙 是自然形成的 咱们的东方 都是也好 最后 我以后对联 来总结一下我的无神的观点 好 上帝 仰观天文二十三 望远竞争知识分枭 下帝 上群碧落 下皇权 两处茫茫 借无剑 横批 无鬼无神 好 感谢天文学家幽默的发言 下面围绕人类全是存在灵魂 尤其我们的医学家上台演讲 大家欢迎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辛苦了 我世界上最权威的医学家 我医学过无计其数的病人 人家送的仅其便额 点起来可要地球三十圈 三圈 好 哈哈 哈哈 瞧着手术刀 要手回穿 就死不上 想当年 我也是医学界 叱咤风云 呼风唤雨 响当当的大人物啊 有人说有灵魂 但我做了几十年的手术 解剖过无数的尸体 你没有发现灵魂的踪影 它是在大脑中 心脏中 还是在血液里 脑电图 心电图 血液检查 X光 一切先进的医学手段 我都使用 我又没有发现灵魂在哪 所以 我以我的医学经历证明 人 是根本没有灵魂的 人要是有灵魂 除非死人复活 掉一岛 变成日本的 好 sorry 还没完呢 最后呢 我一首小诗 来总结一下 我对人没有灵魂的观点 科学永迹为灭杀 真理灭像 重人化 人有灵魂 是虚假 相信医学 乐开花 好 感谢医学生的发言 那么下面 尤其我们最后一位站家 伦理学家上台发言 大家欢迎 嗨 听完前面两位专家的解答 我真是醉了 前面两位专家讲的 太好了 嗨 大家好 我是伦理学家 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 嗨 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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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我一直强调低调低调 你们非要给我掌声和尖叫 嗨 迷信有上帝的人讲 人死了 会有永生审判 有天堂 有地狱 还会死而复活 这些都是笑话 是天大的笑话 的确 人都有意思 但人死如灯灭 死了死了 一死百了 绝对没有天堂地狱永生审判之事 我曾经读遍古今中外各国书 都没有关于天堂地狱永生审判的记载 所以 我可以证明 没有天堂地狱 没有永生审判 更没有上帝 我们自己 就是自己的上帝 最后呀 我以三句半的形式 来总结一下我的无神的观点 博古 彭金 月秦书 天堂 地狱 无处寻 要说上帝存世间 荒谬 谢谢大家 好 感谢伦伦企家发言 刚才三位专家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认证了 上帝是不存在的 人类也是没有灵魂的 那么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请上来发表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宣布 无神宣传大会 圆满结束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老奶 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个问题 我能问问天文学家吗 行 当然可以请 我问一下天文学家 你说世界上有没有风 风 当然有 那你观察宇宙界二十多年 你有没有看到风是什么形状的 是方的 是圆的 还是长的呢 诶 你这也真有趣 方怎么能看得见呢 您说你用望远镜都看不到风 那你怎么能用望远镜看到神呢 既然你用望远镜都看不到神 怎么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呀 诶 真是这样 望远镜也有望不见的 喂 请问老奶 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我再问一下医学家 请问医学家 你爱不爱你的太太 太太怎么不爱了 我最爱我太太了 那我能用一下你解剖人体的手术刀吗 可以 诶 你干什么 专家使我请来了 要剖就剖我吧 我就这么说说 我想看看 你爱你太太的那个爱在哪一部分呢 是在肾里呢 是在肝里呢 还是在肠子里呢 诶 你这人怎么能这么讲话 爱怎么能存在于任何一个器官之中呢 它只不过是一种具体的信心表现而已 我跟你说呀 其实人也是如此 我就是用心去感受他 才感受到他的存在 你说你都不用心去感受他 怎么能感受 怎么能证明像你不存在呀 为什么是专家 专家就是那拉砖的家伙 我再问一下伦理学家 哼 随便问 我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 请问伦理学家 你说你看过一篇金珠外世界上各国的书 是的 那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咦 这本书还真没看过 我告诉你吧 这本书叫做《圣经》 圣经上明明记载着说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都有审汕 并且又记着说 信的人有永生 不信的人必被用罪啊 你呀 也不要以为人死了就算完了 其实啊 人死后的事情 比生前的更长更多呢 一个比方说吧 当你在母户当中时 有人要告诉你 你不走 你就会活在这个地上 并且有日月 住山水 还会吃饭 穿衣服 这你能信吗 但是今天啊 你不止相信 你还实实在在地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其实啊 永生事件也是如此啊 神是奇妙的 祂创造了天地并万物 我们人类也是神创造的 我们人类这样渺小 怎么能证明没有上帝呢 这样听你一说 还真有道理 你这本书是从哪买的 我也要去买一本 变得更加聪明 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这本书啊 就送给你了 你啊 愿能够通过这本书 更加的认识上帝 谢谢 老奶奶 你是真厉害啊 我跟你说啊 朋友 其实钱多了 没用 他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啊 他买不到生命 买不到平安呀 我们在世上只不过是寄居的呀 行 咱们就去听听看 有钱不太久了吧 朋友啊 时候不多了 趁着还有今日 赶快回来 想想想 他会赐给你 数天的平安 灵力的喜乐 和永生的盼望 因为有了神在 我们才有勇气 面对人生的风浪 因为有了神的恩典 在艰难的日子里 我们仍有数天的盼望 在他爱的怀抱中 我们甘愿降服 请欣赏由太医老校同学 带来的首语舞 爱我愿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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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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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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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